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原 武警科展队员展开了 围棋一周的高强度模糊训练 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 挑战着科展队员的生命极限 严苛的训练标准 更一次次冲击着他们的抑制防线 面对实战化的训练标准 武警科展队员们将如何突出重备 挑战极限 军事计时本期播出 冲出魔鬼州 下期 武警自传总队阿爸支队的魔鬼州训练 还在继续 可以 魔鬼州是为武警特战队员们量身地烧的高强度训练 每个季度进行一次 通过围棋一周的魔鬼式高强度训练 让特战队员们冲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极限 武警自传总队阿爸支队的魔鬼州训练已经进行到了对抗比武的环节 在比赛开始前 特勤中队长袁用武对战士方祖章寄予后报 特勤 闭身 方祖章 特勤 你们两个行吗 是 你知道吗 一中队他人永远是第一 但我们特勤中队永远是特勤 你站过来一中队 你就是第一 你就是特勤 是不是这样 是 我相信你们两个没问题 特勤 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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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勤中队和一中队要把重达一百公斤的轮胎翻到二百米外的终点 每个中队有三个轮胎 两人一组协作前进 三个轮胎必须全部通过终点 速度最快的中队尾胜 为了能够战胜一中队 特勤中队长原任务也上阵参加了比赛 特勤中队长原任务拼劲十足 但是对于方组章来说 这项课目并不容易 在特勤中队 方组章的成绩并不算好 但原任务认为 方组章不是没有实力 而是因为缺乏重置 让他代表特勤中队参加比武 就是为了激发他的续气 这场比武 特勤中队长原任务和对手 定价齐驱地通过终点 这时他才发现 原本被给予厚望的方组章 却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放弃了比赛 而他的战友 正独自一人翻着轮胎 继续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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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一中队的三组队员 都已经完成了赌赛 方组章的准备表现 出乎了中队长袁佑武的意愿 他竟然私自放弃了比武 袁佑武并不是接受不了失败 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战事 输得如此没有骨气 你还是特选中队的吗 当我转过头的时候 我发现他没拼 而他坐在原地 只有他的战友 一个人在班里面 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的意志已经垮了 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东西 王子湛 你还是特勤兵吧 你还挑选中队的吗 去来 去来 走 去把人带给我翻到中点 人带就在这 看了没有 人带 你也走开 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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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没这事 没这事 我按你够多的 让开 让他一根来 退到中点 这样就去 王组长 如果你不是软弹 去给我翻到中点 再翻到中点 我要跟当软弹 上 上 这样子才是特勤兵 好 加油 上来 上 远勇武要用这场比赛的失败 给方组长好好上一课 我觉得是件好事 让他树立自信的话 肯定要给他创立到个人这么个环境 来逼他 来引导他 让他突破 这样可能才有这种效果 和中队长袁远勇武 预期的一样 方组长果然能够一个人把200斤的轮胎翻到中边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 袁远勇武就是要让方组长好好认清自己的实力 你现在干到终点了 为什么不早干到终点 为什么干到最后 是耸淡烦你 你是特勤中的冰吗 一中队就想把我们干烦 你不是行吗 你怎么行的 你怎么行的 事实证明 方组长的实力并不差 但如果没有坚强的斗志 他始终无法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特战队员 确实挺丢人 感觉就是心里那一口气 自己挺过去了就好 没挺过去的话 这什么都不行 尽管输掉了第一场比武 但方组长如果真的能有所触动 那么在接下来的七场比武中 特勤中队还有翻盘的可能 第二场比武 这次特战队员们需要背着一个 七十斤重的假人 冲刺四百米 然后放下假人再跑八百米 OK 试一下这个到底活动 跑一个四百米还是有点费力 费力在哪 他是认为沉啊 还是认为不好拿啊 不好拿 手不好抱 背起来 手不好抓 主要是手不好抓 要扛才得行 靠毅力吧 拼了这个东西 按照比武规则 假人每掉一次 就要加法一分钟的时间 但这假人既难悲又难逃 加油加油加油 很多参赛的特战队员 即便是苦苦之争 也很难做到一次步调 这个科目考验的就是特战队员的意志 而这就是方组长最欠缺的 他又不想走 在方组长看来 只要其他队友发挥的好 自己的成绩就不太重要 但这一次他却没有退落 你别跑跑快 跑快 加油加油 这是特勤中队的另外一名参赛队员 由于体能不够 他没能完成比赛 这让特勤中队的成绩 一下子落后了一大截 所以接下来上场的方组长成绩如何 直接关系到特勤中队的胜败 没问题来 接下来 来 一二三 刚才看前面你队友倒下了 现在心情惨样 不舒服 你觉得自己能比得强 还是跟他一样 比得强 走完就行 比完 必须走到里 尽管方组长已经对了决心 但根据他之前的表现 中队长远用武心力 还是一点点都没有 你估计小方顶得住吗 还是会有点困难的 有点困难 因为他体能不得强 扛着七十斤重的假人 放逐张前进的速度非常慢 这不仅让人为他捏了把汗 面对艰难的比武克梦 方组长要为特勤中队挣回荣誉 体能和斗志都不足的他 又会有怎样的成绩 与老对手的又一次对决 方组长能否一血前迟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冲出魔鬼舟下棋 体能虽然是方组长的弱象 但他用所有的臂力 把假人压在自己的肩膀上 前二百米 假人从未离开过他的肩膀 这时很多参赛的特战队员 都无法做到 要一次就是加一分钟吧 所以说自己心里有一个念想 就是绝对不能掉 我们又是特性能力 跟别的工作不一样 所以说不能给他们丢脸 我必须完成这个计划 方组长速度虽然不快 但是假人始终在他的肩膀上 没有被加法时间 这让他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 他的表现让中队长 远用了都很振奋 一定行的没问题 一定行 抠起来 我明显感觉他身体已经在晃了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了 假人掉下来加时间的准备 但是没想到觉得没掉 而且整个身子都倾斜了 还让假人平均自己肩膀 那个时候 其实我说他如果不掉下来 那绝对是一直你在做自己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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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上海洋加油 快到了快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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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 快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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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放下假人 体力已经透支的方佐章 立即开始完成最后的八百名牌 方佐章一股脱戏 跑完全场 踏在最后的五十五名牌子 更是让中队长远用力刮目闲套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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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去 跳过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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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说他相信自己吗 是不是 对手他棒不棒 棒 你看后面冲起来了 是 好 从来就没送过 来 看着镜头说我是最棒的 来 没送过 来 啊 对 那我是最棒的 啊 没事 没事 救了自己棒不棒 我本来以为自己玩不上了 但是自己这样玩上了 根本要给我队长丢点 这个最后一 这五十米他能冲起来真是 让我觉得不可思计 太不可思计 你前面所有的队员 在完成这个 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种速度冲起来 没有出现过 一定行的没问题 过去 过去 行命了 由于方组章和其他战友的出色表现 在这个科目的比武中 特勤中队取得了总成绩第一名的好成绩 方组章不但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更为中队赢回了荣誉 我其实不是最差的 我还是有能力跟他熊起 因为本来自己来当兵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自己也何妄变得优秀 不能让别人看不起 加油 加油 方组章 加油 跑不到你信不信 我现在加油 加油 我不是老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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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组章找到了自信 面对高潜的速度 她的表现已经和战友们一样出色 现在这些生龙活虎的特战女人 让中队长人物一起适合 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战强者的处备 加油 加油 魔鬼周最后一场比武的科目 是冲山头夺虎旗 特勤中队再次和一中队狭陆相放 已经胜过特勤中队一次 对于这次比武 一中队志在必可 一中队 等 等 等 我们要干什么 夺虎旗 特勤中队 扶扶扶 扶扶扶 扶扶扶扶 扶扶扶 我们怎么办 是 是 是 一中队 但是我们能不能死 不 对 不能死 今天 抗战山的夺虎旗 我们闭身 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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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比武要求 两个中队不但要全副武装 而且要扛着三十斤中的子弹箱 向山头冲击 难度可想而知 团队们 你们水 有勇气 扛着我们的子弹箱 中队狗拿去 把虎旗躲回来 好 这一次体能薄弱的方组章 主动起因 挑起了背负弹药箱的任务 能不能把这个子弹箱 让别人都拉中队的后腿 我不会跟中队后腿 也不会让别人 我就自己扛上去 有这个子自信吗 有 相信我 当时我确实是不大愿意的 但考虑到他这么积极主动 是吧 这样想干 我觉得我不能打造他的这种积极性 齐声就位 通过自己的对抗 还是比较自信 不管再来的核弱自己也相信 去试一下 之前就是累了就休息嘛 而现在是 累了我必须坚持 心里想着完全不一样 预备 出 出 对决开始了 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原 特战队员们 要在缺氧的情况下冲上山头 难度太大 按照比武规则 每个中队只有最后一名到达山顶的队员 才可以拔出空气 背着自带枪 方祖章前二边米还能跟住战友 但是没过一会儿 方祖章就开始给战友们接连超越 方祖章加油 方祖章加油 加油 负重 负重 缺氧 加上体能活肉 方祖章 逐渐落到了最后一边 也看了一下 有战友给我 旁边跑过去 是不是要冲一下 想冲也冲不去来了 那个时候 真的冲不去来了 特别是缺氧的时候 特别痛苦 童先打回来 出口 加油 跟他 刀 接近全力的狂奔 特警部队的战友们和一空队的官兵并将齐驱 冲到同棋的位置 辣在后面的方祖章 成了特警部队能否取胜的关系 这个科目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最后一名 你才能去拔旗 你才能夺红旗 所以最后一名就决定你单位的成绩 所以当时我们其他队员都非常非常紧张 自时一中队也还剩下最后两个人 大在后面 方组章必须超过他们 这是特勤中队取胜的唯一希望 但负重奔跑的方组章只能勉强牵制 要想超越又弹何容易 方组章 加油 方组章 所有的兄弟队在上面都在为我喊着加油 熊奇 所以说必须拼 必须让自己熊奇 不能让他们输 不管他 冲 再来也要冲 跑中队跑出也要冲 为了全中队的荣誉 方组章冲破自己的体能极限 在距离红旗不到50米的距离上 他竟然赶上了对手 方组章的突然爆发 让一中队的两名战士始料不起 尽管他们开始全力追赶 但几乎拼命的方组章 最终领先的一步拔下了同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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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确实在非常绝望的这种情况下 他还在拼 他还在坚持 这是以前有些人不具备的 把起的那些伤害 我知道 他内心上他觉得他已经失眠了 他那种喜悦 其实我能感受 他真的从内心上 也在自己上 最终 特勤中队 以两胜一负的组成绩 赢得了这次阿爸支队 国贵州对抗比武换军 特战中央冲破了身体和意志的极限 他们又一次突出重温 中国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 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 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纪使近期夺出 狙击枪手对决计